现在是2028年,我在跟2018年的我还有你们在说话。 现在我已经是一个成功的旅游企业家了。 我在香港、四川、云南不同的地方已经建立了不同的旅行团, 还有不同的酒店。 因为我想把中国的文化分享到不同的地方去。 我现在,我做到了。 还有,因为我想教我的女儿,让她们知道, 就是说赚钱不一定要打工,还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。 我希望她可以跟我一样的努力。 另外,我还有一个梦想,就是在内地成立不同的教会。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,我今天跟你们在长沙见面了。 因为我相信,如果我在2018年没有走这一步,就没有2028年今天的我。 还有,马云说,一年你不可能赢,两年也不可以。 但是,如果是十年的话,我们是有机会的。 我相信她,因为我觉得,只要努力,不断地努力,才可以成功。 如果你想成功,明天是不可能。 如果你想成功,一年后就不可能。 如果你想成功,一年后就不可能。 如果你想成功,十年后就有机会。 也计划说,如果你想成功。 我计划算。 还想能为一年后。